在饭店门口挑个头 根本车没有停在你那里啊 就被饭店的人勒索 要求给50块钱 你不给钱 人家就坐在你车前面不走了 而且还出来言语辱骂你 这个事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 界面新闻报道说啊 当地相关部门已经迅速介入了 而且给了通报 你要50实在太夸张了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之后呢 消费者真的给了这个饭店的人20块钱 才把车开走 没办法 强龙不压地头蛇 你来到人家这个地方旅游 你又不是当地人 人家凶神恶煞的 一下摆出好几个大汉 跟你要钱 你敢不给吗 哎呦 真是给河南丢脸呀 消费者就投诉说 他最近到河南这个村附近来旅游 开车嘛 可能路不熟要挑个头 就进到人家饭店的块 挑了个头了 说实话 根本就没有停车呀 你说如果有的饭店 占山为王 说我门前的这个停车位都是我的 你在我这停车 你就要交钱 你不在我这吃饭 你就不可以停车 这都已经不像话了 这都已经引发很多社会矛盾了 结果这家饭店是不是更过分了呢 人家根本就没有在你这停车啊 人家只是挑个头而已 他阻碍了你什么呢 而且你那个地真的是你自己修的吗 即便是你自己修的 你也没有任何栏杆 也不是私人地方 人家挑了个头 你凭什么收钱呢 这简直是敲诈勒索呀 当然当地的相关部门介入的也非常迅速 首先第一 派出所已经把这个收钱的人叫过去训诫了 而且呢 这个店要停业整顿 当地村委会要召集这个村的所有商户 搞座谈会 加强学习 千万不要再有这样抹黑的动作了 而广大网友对这个处理呢还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 大家说啊 你这不是一个简单要钱的行为 我的车完全没有违法 就在这个地方挑了一些头 你就过来要五十块钱 不给钱 你就不让我走 你这是一个妥妥的敲诈勒索的行为 甚至我觉得把它定义为抢劫 那都不过分 大家知道吗 你抢二十块钱和偷二十块钱 虽然都是二十 但是良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我觉得当地派出所只对这个店主进行训诫 是不是有点太轻了呢 他应不应当背负一些刑事责任 或者至少也得被行政拘留几天呀 而且他对一个过来挑头的车都要收这个钱 那我们真是有理由怀疑呀 是不是以往在他这个地方停个车呀 在他这个地方过一下呀 他都要收人家钱呢 要不然他为什么是如此的理直气壮 理所应当呢 所以这件事真的应当 好好的惩戒一番 这样的车匪路霸行为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怎么还能允许它存在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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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行